女儿丁凤今年16岁 儿子丁蓉刚满12岁 自己出世后 姐弟俩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可现在 竟然以她没有进到监护和抚养义务 将她告上法庭 向她索要输外援的抚养费 这根本就是受人唆拾 那么 为什么面对伤痕累累的母亲 丁蓉和丁凤 会是这样的态度呢 会不会啊 几个月了没准 几个月了没准备 一直不 不够我们俩 接着要面在家 你快会摸我 感觉到好像 你这对妈妈的那个 意见好像特别大一点 是吗 你自己走去这样 太丢了 我们也得到 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景海英的女儿丁凤 见到母亲的到来 她却显得格外冷漠和疏离 为什么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会是这样的态度呢 为什么妈妈回来了 就不叫妈妈呢 她不是我妈 她不是你妈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么说什么 你钱啊 我晚上在家的时候 她不管我们就算了 用我爸的管的 谢莉 我爸进来 我们现在 我又未成年 我又干不了工作 我们的钱 那谢谢奥迪 是个小说 然后她就从来做什么 从来没有管 对 无论是16岁的丁凤 还是12岁的丁荣 都对景海英的到来 表现得极为反感和厌恶 声称从小到大 景海英都没有尽到一个 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更是对姐弟俩 不问不问 这会是真的吗 这些爱的亲爱的 她一直赶紧 她一直拉着 她一直拉着纪念了 不过来 一线的男人 那亲爱的 没有跟她松花费的时候 是什么 我年线的就是 就那个 就是点小期间 我就在打电话 松花费 然后叫我费 我一想 我一想 她这亲爱的中美大夫 让我 让她就开车了 那是少点好好的 搭信啊 松花费 一条 开车了 搭信啊 为啥 为啥她不得心 听我了 上去啊 她不要这样 收入面线 然后乖乖乖乖乖 一搜 借个大师 去大理华家 还有什么 丁凤说这几个月来 母亲经海英 一直住在娘家 根本没有照顾她们 自己和弟弟 无钱缴纳学费 只能辍学在家 现在更是连日常的生活 都无法继续 这才不得不 这才不得不将母亲 告诉马亭 这会是真的吗 谁不认识啊 来 你是我 把我都给你 谁不认识啊 她是 她是 她现在要干嘛 可一个话 你把她乖乖乖 然后断死了 可断死了 她不是在乎一看 看这妈 这都是乖了 我爸 你这回来 你跟我 要不想走 你这人要不想去 你干嘛呀 管子 你不为了不起 我比家 你把她的 她的大 你多心 你干嘛 你干嘛 要来 要来 我再这 你不叫了呀 要来 你不叫了呀 你不叫 你又不过来 你要不过来 你自己的 小伙子 你不过来 抓个抓 你不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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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 我跟你 你不让我 你这非几 算了 算了 我本集了 你可以等我 随我 过来 你抓不过你 我会 我会 认识吗 你放开我 你把这个就是妈妈了 你先给我宣布 要不要被我了 游和 要 要 游和你出来 你干什么 你不要给你我没有 别别别别 人家你都快走出来 人家给你笑了 你大说啥呀 快 你可以大量 你都快走 你都快走 人家给你们走出来 人家给你们走出来 人家给你们练回那心上的 人家给你们走出来 丁龙对母亲的怨恨 异于言表 甚至想要对母亲大打出手 难道 情海英真的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吗 作为母亲 她到底做了什么 可姐弟俩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她从头到尾92 我爸前天八头 她把这个手抓起来 难道他一线 他对我妈也就是活了很 对他们尿尿 就说我爸 去找一找什么 要是被他逼了 我抱着他 我把 我把 我说抱着他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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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传 в 提到父亲和母亲的感情纠葛 姐弟俩将责任归咎于母亲 认为母亲才是破坏家庭的始作用者 而这一说法 却让一直克制隐忍情绪的金海英 顺在爆发 金海英拿着丈夫丁盛强和第三者王培的合影 声泪俱下的控诉着 明明她才是被丈夫背叛 被第三者伤害的受害者 为什么亲生子女却如此对待娜娜 到底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什么